一个直播带货和一个拼多多 直接把中国普通人给干自闭了 有两个原因吧 低价 高效 先说低价 照理来说呢 商品的价格越低 应该是普通人更加受益 怎么会损害普通人的权益呢 其实从短时间来看 物美价人的东西当然好 但是在不断内卷的中国 先是制造业互相内卷抢国外的客户 后面的电商出现 制造业再次内卷压价 现在随着直播带货和拼多多的崛起 制造业已经被压架到了破产的边缘 同时电商行业的就知道 现在呢是义乌保本卖 河北亏本卖 东西呢看着修量不错 但是利润没多少 甚至卖的越多亏的越多 随着直播带货和拼多多的渗透加速 中国中小工产的利润将被进一步的压缩 中小工产呢为了生存 也只能不断裁员 一个人呢当五个人来用 来压缩人工成本 保持市场竞争力和保持利润 但是中国的普通人 其实大部分都是靠着这些中小工厂生存的 现在呢这些中小工厂 在低价的恶性竞争中啊 最终走向了死亡 而且呢由于裁员失业风险的加剧 普通人更加愿意购买便宜的东西 来对付自己的生活 进一步加速了低价的竞争 整个社会呢就面临了 前越来越值钱的通货紧缩型的经济物机 第二个原因是高效 其实高效呢也是个正面词汇 传统的商业模式 往往是有多级代理的 以一个空调举例 先是大区代理 然后是省级代理 下面还有市级县级代理 一个产品卖到消费者身上 相当于有四五层人抽取过利润 但是直播带货和拼多多 直接干成了工厂到网红货平台 然后就直接到了消费者的手里 极其高效 电商呢先是卷了过效率 把一百个人的活卷成了三十个人来干 直播带货呢又加速高效 直接十个人就干完了过去一百人干的活 高效呢正在侵蚀那些普通人的工作 有一个很凑淡的事实就是 社会越高效 你失业的越快 去年各大头部代货主播 像小元哥 董宇辉 星巴黎 佳琪等等 他们加起来的利润 是传统头部超市 永辉的十几倍之多 但是相比于永辉 直接解决了十几万的就业 头部代货主播 连永辉的零头都没有 其实高效 让人失业 一直都存在 机器呢提高了生产效率 依靠体力的人不得不失业 互联网呢提高了流转效率 依靠流转的人不得不失业 更高效是资本一直在追求的东西 其实只要高效不到你的行业 你其实是非常喜欢高效的 因为农业极其高效 你才有便宜的米饭吃 因为工业极其高效 你才能享受物美价廉的工业品 只不过当高效这个词砸到你的头上时 你才会发现 高效如同恶魔在你的身后追你 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社会问题 其实就是就业问题 中国越来越高效的社会 和越来越少的国外市场 正在让就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大学毕业生 毕业及实业 35岁强迫退休的魔咒 那禁止直播带货 是否就能让就业回归普通人呢 禁止直播带货 大量的实体店生意就会变好吗 线下的就业岗位就会增多吗 答案是否定的 禁止直播带货 利好的是效率次一级的平台电商 而不是效率最为低下的实体店模式 说实话 我从来不在直播带货里购买商品 因为你仔细观察研究的话 你就会发现 除了引流品是真的便宜 其他的大部分商品 反而比电商平台贵一点 但是大部分的人 其实并不会在意这一点 因为传统的电商平台是货架电商 既然产品都摆在你面前 肯定会选择最低下的商品 而直播带货主要是兴趣电商 突然勾起了你的购买欲 那一刻那一秒就必须下单来满足购买欲 至于产品的价格和必须性 都被放在了购买欲的后面 这也是很多直播带货的主播 能够赚得盆满钵满的原因 他们从来卖的不是商品 而是欲望 现在的中国直播带货模式 在我看来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面对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问题 另外一个是面对社会的社会责任问题 形容直播带货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 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的美国 直播带货却不温不火 核心原因就是 中国所有互联网企业 起家都有两个通病 低价竞争和虚假营销 直播带货呢 延续了这两个通病 所有的大直播都喊着全网最低价 割肉给家人代福利的恶性精神 以及各种虚假宣传 让中国的直播电商呢 沉浸在打到骨折的高性价比 赶紧上车的抢购氛围中 事实上这一切都是假的 中国目前对于这方面的法律 寂静于无 直播带货的主播会因为偷税被罚款 但是很少会因为低价竞争 和虚假营销而罚款 当然直播带货最严重的问题 还是让就业岗位减少 其实这个不是直播带货 这个行业能够解决的 行业高效发展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高效之后的失业人口 其实更加需要国家来进行斗底 这就需要国家对直播带货的 高收入人群 征收更加高的税收 来反补失业人口的基础社会保障问题 类似过去的西方劳动密集型产业 转到了中国 大量的西方底层劳动人口失业 其实也是靠着提高基础社会保障 稳定了国家的秩序 当然直播带货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 每一次的技术革命 商业革命都会诞生新一批的财富新贵 正是因为产生了新的技术 新的商业模式 大量的年轻人才有资格往上爬 先想如果中国没有诞生电商 没有诞生直播 现在的财富肯定还是被过去那批 实体店老板掌握着 并且因为拥有财富和绝佳的商铺地位 真正实现了财富的代际传承 过去为什么会有一铺传三代的说法 本质上还是因为垄断 其实把商业和技术看成政治 也就是王朝的更替 实体店的老板是第一代王朝的门法士族 电商老板是第二代王朝的门法士族 直播带货老板则是第三代王朝的门法士族 其实大家想的都是如何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田 一代气愤二代和三代抢了自己的田 也就是钱 二代一方面对一代说 你个老不死的 还不把田交出来 另一方面却对三代说 凭什么抢我的田 三代在未来也会成为二代的角色 人人皆是利己者 谁在关心中国 谁在关心别人 都是在借正义之名做利己之事而已